好 再來看到新竹市香山區西濱公路 清晨六點發生死亡車禍 有一輛連結車行經香山交流道的時候闖紅燈 一連撞上兩輛轎車 其中一輛轎車駕駛送醫不治 另一輛轎車駕駛輕傷送醫 警方到場對闖紅燈造勢的連結車 駕駛進行酒測 確定是酒駕依法送辦 白色轎車被撞成一堆廢鐵 另一輛轎車被撞得致力破碎 闖紅燈造勢的連結車 因為當時速度太快 最後殺停在幾十公尺外 消防救護人員到場發現 其中一輛轎車駕駛 已經沒有生命真相 新竹市西濱快速道路香山交流道 上午六點二十五分 發生一起死亡車禍 一輛連結車高速闖紅燈 先撞上對向左轉的白色轎車 接著失控再撞上另一輛轎車 造成一名轎車駕駛重傷送醫後宣告不治 警方趕到醫院後發現 造勢的賴性連結車駕駛 身上散發出濃濃濃的酒味 連結車駕駛酒駕闖紅燈導致這場一死二傷的車禍慘劇 警方初步證診後 依過失傷害過失致死 違背安全駕駛等相關刑事罪名 將造勢駕駛 移請新竹地檢署後續爭敗 記者元永龍新竹報道